马里U17中场双子星组合的3号马卡罗和6号柯内这一高一矮 两个人在中后场为马里队筑成了一条防守的屏障 两个人这攻防角色呢有时候也会交替 这个球就是柯内先断球 然后呢3号马卡罗把这球给到了边路 创造了一次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只可惜呢之前柯内是犯规在先 这个场景呢依旧是柯内 期间预判到了西班牙队这个类部直传 把球断上来给到中路的马卡罗后者呢 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远射攻门 那已经看了两场马里队的比赛 第一场他3比0一乌兹贝克斯坦的比赛呢 就已经呈现出了非常强势的状态 本场比赛呢对于这强队西班牙优势期呢 一开场马里队就展开了中区的疯狂的比赛 尤其是在丢球之后的这种反抢啊 3号马卡罗做到了极致 这6号柯内的本场比赛也是贡献了4次抢断 多次拦截 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个人的这种持球突破 这个也是在90分钟加10的时候 柯内的一次非常成功的抢断 然后自己个人的突破到进去 非常可惜呢 这次和绝评的机会也是错过了 中一个人的地盒